台中巨大11号顺大开工 找来饶舌天团911开唱 日本建筑大师威延伍 也亲自出席建政历史时刻 最新民调政治人物 奢望排行出炉 卢梭燕满意度高达6成2 拔得头筹 台中巨大盛大开工 被卢市府视为重要政绩 不过当地居民担心 203年完工之后 这里没有完善的大众运输系统 对当地交通来说 恐怕会是一场噩梦 台中巨大预定地临近洲际棒球场 都在74快速道路旁 距离中心交流到不远 但附近没有任何大众运输设施 最近的捷运站 是远在近三公里外的 文心中心站 走路至少超过30分钟 如果交通上面不方便的话 就不太会想要去那附近 不管是国内外游客 听到台中巨大的交通现况 都忘之却步 但卢市府却将巨大开工 视为重大政绩 也引来绿营民代批评 交通局表示台中巨大 将会有大规模停车空间 在大众运输站点 也会设置接驳车 视不同需求 也拟交管运输方案 弹性调整 减少周遭 交通冲击 谢谢黄俊林世新台中报道 立刻下载禁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电影 Kelly 写可以 写好新闻 敬费 商人 询